VR遊戲裡面有一款 最經典最著名的就是 賽車遊戲啦 你好 請幫我們介紹一下賽車遊戲 它是不論是撞擊或者是電檔 就是車身搖晃 都可以很生地奇景 很常玩嗎 有時候下班的時候會練習 有時候下班的時候會練習 那妳練到多厲害 有測試賽 然後是全世界地球 妳全世界第90 妳說它是這個網路連線 然後妳是全世界第90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PK 然後妳挑的賽道 就是妳第90年的賽道嗎 對 然後妳挑的車子 也是妳最熟悉的車款嗎 對 然後妳叫我跟妳PK 它死了嗎 好大聲喔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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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舒服我啊 啊 又去哪裡 啊 啊 太難了吧 啊 啊 啊 又不要 我又沒有踩到底啊 好啊 救我 不公平啦 藍藍覺得委屈 好啦 但就像靜怡說的 戴上VR眼鏡之後 真的就像在賽道上奔駛般 挺正效果百分百呢 沒關係 賽車不是我的強項 接下來就是我的主場啦 走著瞧 自己很多律動 很棒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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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幫妳看一下 我聽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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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怎麼樣 還行嗎 很厲害 世界排名第幾 第一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好啦 掌航啦 掌航啦 看我動感的舞姿 你是不是也越越浴室啦 這裡不但擁有最好的設備 還集結超多新款遊戲 就是要給妳前所未有的五感享受 接下來藍藍又要變裝了 你一定沒辦法想像 是的沒錯 今天就是我們要來尋找 Honey的過程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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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林懷介 那大家怎麼叫你 對 叫我懷介 叫你懷介 對 好的Honey 那我們今天要幹嘛 那 今天我們要體驗賽道 那全台有3.5公里 全台唯一有高低落差 五層樓高 五層樓高 對 你要慢慢開喔 好 不是因為我會拍喔 是鏡頭會拍不到 是 其實我也怕 好緊張喔 第一次坐跑車 真的嗎 其實 所以跑車是不是都那麼大 因為它大型不錯 你看前面 你要看我 這座全長3.5公里的賽車場 最大的特色就是有五層樓落差的賽道 以及多達20處的過彎 讓你感受滿滿甩尾飆速的貼背快感 不僅讓人熱血沸騰 更是刺激感十足喔 擁有賽車魂的朋友們一定不能錯過 你以為來到這裡就只有這樣嗎 更刺激的還在後頭呢 我真的裝霸 等一下 等一下要幹什麼呢 讓我請教練來告訴你 教練 你好 當自己家 不要客氣 教練 我們等一下要幹什麼 我們等一下要做風洞的飛行 你說我們會整個人扶起來 可以在半空中嗎 是 我們會漂浮在半空中 我會在你旁邊保護你 你會抓著我 是 你不可以像就是某一集的那個攀岩的教練 就是在半空中把我丟包喔 救命啊 他在半空中把我丟包 我到現在都還是急衝 可以試試看 不要用罪把我丟包 那教練我們有什麼要注意的事項 基本上只要你 飛行的時候不要太慌張 因為我們人一緊張的時候 什麼事情都會忘記 所以你要美美的話 就是保持微笑 你很重一點 教練說從頭到尾這樣 這樣已經是最美的狀態了 真的假的 對 不然就會這樣 明白了 對不起 我失態了 沒關係 我很喜歡這樣子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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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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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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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杨茜 杨茜茜 杨茜 其實風洞的訣竅很簡單 只要放輕鬆加上平衡感 就能享受空中漂浮的快感 來到這裡除了各種刺激體驗 還有水路雙樂園 以及度假飯店 單個願望 一次滿足 非常適合全家老校來玩喔 以上 而且 接下來 我們要做什麼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